第141章 天下动静 迎新 夏 在降服元年那个多世之秋的时节 广陵道的战况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的同时 富匪不已 杨慎姓兵出冀州被瓮中捉鳖 严震春三万惊奇全军覆没 虽然结局不堪 但好歹都真刀真枪跟西楚叛军对上了 对比之下 几只靖南王式的扭扭捏捏 简直是让朝野上下都感到荒唐 淮南王赵英帅军离开辖近后 屯扎华山 按兵不动 靖安王照寻的六千旗在到达浩傲湖后也没了动静 至于那位烟尺王世子 除了一路北上的途中惹得鸡飞狗跳 真到了广陵道南部 干脆彻底没影了 感情你这位殿下根本不是奔着靖南去的 而是大摇大白打秋风养秋彪来了 但是再过几天就是降服二年的年关时分 淮南王的出兵让人精神一振 黎阳对这位性子软弱著称于是的藩王大为改官 竟是一举连克华山以东黄阳 小心 恨着三观 其中黄阳官首将宋武阳原本已经参与叛乱 在关爱竖起了江自大旗 但是淮南王赵英列阵关外一里路 意气独出 招降宋武阳 后者下令惩怒射杀 结果被副将王席突然拔刀斩杀当场 王席开门迎接淮南王赵英麾下大军入关 淮南王已将将王席三千兵马为先锋 连夜奔袭小心关 守将几云 坚决不详 赵英下令强攻 亲自督战 王席部族冒着剑雨先填壕沟 再架云梯已以复制式攻城 两次攻城 阵亡五百余人 亲身陷阵的王席浑身浴血 请求休战 赵英不许 让王席一旁观战 下令嫡系清军展开攻城 黄昏时刻 源源不断地闯母 投石车和撞城墓陆续赶到战场 双方血战至夜幕降临 淮南部族战死于城下八百人 赵英始终握边骑马位于赵字大旗之下 无动于衷 第二浮晓 再度展开攻城 赵英心腹将领夏平率领八十先登死士 首次攻上城头 全部立战而亡 夏平尸体背手将挤云以铁毛捅落城头 王媳妇请站 以赴而上 一身铁甲嵌入羽间六七只 被巨石擦在尖头 砸回地面 起身后攀梯而上 又被一锅滚烫油汁当头泼下 从云梯坠地 轻卫冒死抬回 身穿那件名黄帆王蟒袍的赵英 望着无比胶着的惨烈战况 耳中充斥着城头那边的哀嚎和喊杀声 以及自己身旁的肋骨声 当然还有寒风吹动赵字大气的烈烈作响声 这位在黎阳王朝 一直只是众人讥讽对象的赵姓男子 缓缓抬起头 看着旗帜所秀的那个赵字 嘴唇铭起 似有一种负重多年 终于如释重负的解脱效益 攻城一方的撞城锤木兜 换上了第四架 最远可及三百步 仍具有可观杀伤力的巨大闯弩 也毁坏大半 而小新冠几座弩台上的弩机 早已没有密集弩箭可射 零零星星再无奇艳 但是誓死与城关共存亡的小新冠 依然垂死挣扎 防御凶悍 定满长五寸中六两钉子两千多克 四面装刃已增杀伤的狼牙拍 悉数破烂 城上脚车失放 且可以收回的夜叉雷和车脚雷 更是断了粗壮绳索 但是城头上 还是不断有涌箭甲式 抛下风锐铁钩 和长铁链组成的铁箫子 狠狠抛出后 即可勾住攻城士族的盔甲 甚至是身躯 就像钓鱼一般 将上钩之人悬挂在半空 更有形状奇特的挫子斧 或钩刺 或铲砍攀城之人的手臂 稍稍策马靠近战场的赵英 就亲眼看到 一名士族的整条胳膊被铲断 那手臂便先于士族 从城头掉落 赵英对此无动于衷 神情漠然地掉转马头 岌岌可畏的小新冠告急 几云不得不命快 骑出东城门 求救于恨这关 约定双方 在清晨卯时 一起骑袭淮南亡大营 小新冠到时候 会主动打开 城门冲出养精蓄锐的两百骑军 几云领头冲阵 骑军之后 就是小新冠仅剩的四百人 赵英命麾下高手帅 石器精锐 斥后追杀 不料 还是被负伤逃脱 第二天营时 知道小新冠注定 无法在手的几云果 他都会为了大楚而战死 正直壮年的纪云 不是不惜命 不是不懂食物 但是在他二十岁那一年的籍冠 没有出现本该为其受冠的父亲 也没有官吏庆贺的大兵 是他自己为自己加资不关 因为身为大楚武将的纪海 早已战死沙场 舒伯三人 亦是相继战死 坐在战马上的纪云 让部下打开城门前 回头看了眼 那些火把照耀下的一张张脸庞 没有说话 只是猛然抱拳 这一天 西楚叛军小新官首将纪云 与卯士出城主动冲击淮南王 只是赵英大军似乎早有所料 有条不紊的列阵而守 而三官中 骑兵数量最多的恨者官 不顾西县主将谢西锤 当时定下的聚首军令 清朝出动 八百骑军和两千五百部族火速救援 被守住待徒的赵英真正主力在半途中打了个 先锋八百骑 在静母传射之下 伤亡惨重 大军一触即溃 主将副将皆在混乱中 被淮南王由其射杀 只留下老弱残兵的恨者官城头 比小新官更早已一只骑兵 换上赵兹大骑 恨者官部族统领带领七百兵马逃回城下后 自吻而死 几云在三次冲锋后 死于淮南王赵英大将侯大通的一只羽剑 透炉而过 坠马死绝 小新官两百骑四百部族 同样全部死于冲阵 身穿惹眼蟒袍的赵英 下马走过那些尸体 漫步登上城头 望着东方升起的旭日 笑着说了句 日出有药 淮南王在守的淮南王没有向泰安城传递哪怕一封捷报 甚至没有就此占据广陵道西大门户之一的险爱恨者官 事实上 这位藩王在破关后 就完全没有奋兵消化圣谷的意图 只是让重伤的王席和他的残部继续留在黄阳关 在三关城头插上赵兹大骑后 他率领所有淮南道士族继续向东而行 冰封直指险俊南宫的摇幽关 在恨这摇幽两关之间 是水网密布的广陵道西面难得一见的平原地带 淮南王在恨这关稍作整顿后 带上了一切可攻其成的战马 缓缓推进 这个架势 仿佛是在安静等待紧急赶赴摇幽关的大楚西县主帅 那个年纪轻轻 就让整个黎阳朝记住名字的天才将领 谢西锤 更靠近摇幽关的平原地带 双方都拥有足够整顿冲时间 和赤后侦察的两军开始摇摇对峙 淮南王赵英下马后 在满袍之外 披上一具精致假咒 背上一只珍藏多年的剑囊 这位被讥讽为 智大财术的赵姓藩王 这个就藩之后 常年酗酒装疯卖傻 还要被当今天子多次生吃的可怜虫 这个在长子无故 死于丹童关后 便一直膝下五子的男人 翻身上马 赵英直视前方 对身边两位跟随多年的将领笑道 侯大通 于千山 夏平先我们一步 跟咱们几个在年轻时约定那样 死在战场上 现在轮到我们三人了 这么多年 连累你们 活得如此憋屈 侯大通哈哈笑道 活得确实挺憋屈 这不死得挺痛快嘛 等会儿 我非得多杀几个西楚余念 保证气死老夏 忘记这家伙已经死了 于千山比相貌粗野的侯大通 更像个摇晃与扇的文雅谋士 但也是披甲配件 微笑道 你们倒是痛快 难为我这个读书人了 赵英在下令展开冲锋前 闭上眼睛 轻声道 父皇 而臣不孝 这些年都没机会去皇陵敬酒 今日就以血代酒 淮南王赵英正前方 有两千中甲 部族列阵巨马 而部均两亿 各有一千金旗 更有近千游旗 远远游业 伺机而动 这一日 除去从淮南到各地征调的四千兵马 藩王赵英连同侯大通于千山两员大将心腹 以及所有敬畏清军 人人战至阵亡 吴一人是背后重箭矢而死 吴一人是被尤其背后砍杀致死 同一日 闻迅一路从薅鳌湖及时赶来的 静安王赵巡六千旗 在黄昏时刻到达战场外围 在明知大势已去回天无力的前提下 在明知摇油关仍有一千 重气纹丝不动的情况下 在亲眼看到淮南王赵英的尸体 被西楚五将一毛挑落马背时后 年轻藩王赵巡一就决然率军冲锋 六千青州旗 最终只剩下两百旗拼死护卫赵巡 逃离战场 这一战 参加静南的两大藩王一死一伤 正值年关 西楚叛军的摇油关大劫 意味着本就不厚重的包围圈 口子大开 两面漏风 对黎阳朝廷而言 可谓是雪上加霜 前者可以欢天喜地的辞旧迎新 后者则在阎振春战死后 京城再度笼罩上了一层厚重的阴霾 所幸继阳慎姓阎振春之后 又一位成名于春秋的持重老将 在和主帅卢生相开诚布公的一番长谈后 带兵南下 三万大军直逼青阳盆地 不求大败西楚 只是力求救出大将军阳慎姓 被困得四万纪南部族 一直在右路关停滞不前的标逸大将军卢生相 也终于在万众瞩目中有所动静了 率军沿着玉东平原向南进军 但最能安定人心的一件事 不是将近十万大军的调动 而只是因为两个人出现在了泰安城 一位是寻边返京后 就让首府大人下诏狱的皇帝陛下 一位是半军而行的大将军顾建堂 那位曾经因为一件鸡毛蒜皮小事 就对淮南王责罚的君主 回到泰安城后 只下了两道圣旨 前一道是让张巨鹿死得凄凉 不与示好 后一道是让藩王赵英死得极尽哀荣 是其意 且言震若尸骨功 年关不好过 但终究还得跨过去 泰安城 暴竹生生辞就碎 只是比起以往 缺了那份喜庆气 就这样 黎阳朝廷迎来了降服二年 新的一年第一次早朝 皇帝赵敦坐在龙椅上 这是这位君王登基以来 不知道第几次这般坐北朝南了 他透过宽阔的殿门 透过宽阔的宫门 直直望向那条一览无鱼的遇到 帝王自当难面而听天下 向明而至 兴许是敏锐察觉到 当今天子的走神 司里兼长应太监宋唐禄 没有按时喊出那句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朝堂上的文武百官和殿外的臣子 都恭敬低着头 收敛视线 摒弃宁神安静等待 那些个对早朝一世苦不堪言的年迈老臣 都开始不露痕迹地打起盹来 皇帝一点一点缓慢地收回视线 从那条好似没有尽头 直达南疆的遇到 收回到宫门 皇帝还清清楚楚 记得当年召见先灭大楚 在平西蜀的两位武将 年长的那个瘸子 步子不急不缓 不是那种因为瘸拐的慢 而是一种走在这条为人臣子最该郑重其事的道路 却还不当回事的那种散漫 此人配有一柄 那名镇天下的徐家刀 他的一步一步走近 让身为九五至尊的自己 感到一种倍感耻辱的窒息感 而瘸子身后的那个年轻人 相貌堂堂 一袭白衣 而且真是年轻啊 让人见之便心生清静 尤其是他这个坐拥江山的新君 恨不得放低身架 与之把臂言欢 在心底 心底认为 先帝可以有那个瘸子 为之南征北战 那么他自己也该有一个 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白衣兵胜 他一样可以像先帝那样 富有魄力地 给予一个年轻武将最大的权柄 最多的兵马 为他牵马送行 让他放开手脚 去扬边塞外 君臣联手建立前五古人的边攻 只是当年那个白衣年轻人拒绝了 皇帝有失望 但没有生气 再后来 皇帝看着那些日后 熠熠生辉的年轻读书人 也是这般在晨曦中 他们带着难以掩饰的拘谨和兴奋 一步步走入自己的视线 英茂春 赵又玲 白国 王雄贵 郑真贤 前右剑 琳琅满目 他们共同缔造了 黎阳王朝的永辉之春 而他们注定会与寡人 一同在青史上流传千古 永辉末年的朝会 庙堂上没有那两个 桀骜难逊的爱眼藩王 徐骁和赵炳 但是有顾建堂 杨慎兴 严震春这样的功勋武将 还有卢生向卢白鞋 有足够年月去积攒战功的青壮将领 有张巨鹿 黄温 姚白峰 这些渐渐老去的文臣领袖 有英茂春这些正直壮年的名士 更有那些好似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一甲三名状元郎榜眼叹花郎 先帝曾经深深遗憾 自己最早置在天下时 用人处处捉襟见肘 但是他赵敦不一样 他真正感受到了 坐拥江山的那种豪气 皇帝又收回一些视线 看到了那座殿门 那座门槛 都想要跨过 他亲眼看着一位为 官补紫秀白贤露丝 或是熊皮的年迈文官武将 年复一年 跪在店外广场上 眼巴巴看着这座老百姓口中的金丸殿 一直跪到躺进了棺材 还没能进入其中 也曾看到 许多想笑但强忍着的场景 有人饿晕了 晒晕了 被太监抬走 有人憋不住尿急被发现生吃忌果 甚至还有前一日 为了抢花葵丝破脸 第二天 便相互偷偷肘击的同僚 还有人悄悄打着哈欠 被他这个皇帝眼尖发现 开玩笑地故意板着脸 喊他入店听讯 他记得那家伙不等他发话 吓得扑通一声趴在地 七尺男儿 不停磕头 泪流不止 他温言问话 得知他此人前夜在户部衙门当职 几乎一宿没睡 便准他告假休息一天 他还笑着询问 店上的户部主官能否批准 当时还不是王雄贵 更不是白国做户部上书那个位置 素来以严谨闻名的老上书 难得玩笑附和了一句 陛下金口一开 臣不准也得准 六年后 那个户部官员 去了淮南道高升郡守 老上书则早已知识还乡 皇帝再次收回视线 放在了大殿内 西楚老太师孙希记的那把椅子没了 这个老头子 当下应该是在西楚皇宫内 站在那个小丫头的身前 皇帝对这位老人谈不上憎恶 几次君臣对话 皇帝都佩服老人的渊博学识 甚至私下名言 暂时只有西楚的水土 才能赋予老人这种独到气态 当然只是暂时而已 老人也是真诚地点头认可 这样的老人 哪怕去了西楚 皇帝觉得 就算日后朝廷大军平定广陵道 只要老人还愿意活下去 那么 黎阳王朝 就应该有让老人安享晚年的胸襟 皇帝最后看着 背对自己站着面面的年轻人 身穿正皇蟒袍 是他的儿子 太子赵传 对于这个已经监国一段时日的儿子 皇帝没有什么不满意 只是看着他 就难免对嫡长子赵武有些愧疚 所以他打算 将那个据说风华绝代的 陈玉远驾边关的赵武 而越过太子的头顶 皇帝看到了一个刺眼的空位 那附近有站在那里 有些年头的门下省还温 还多了一个新任中书令齐阳龙 另一边还站着 从两辽返回的大祝国顾建堂 就是唯独少了那个人 皇帝双手下意识握紧龙椅的扶手 他去了一趟赵羽 但是始终远远站着 一直从深夜站到了清晨 却没有走近 去面对那人 他怕 怕那个子然碧眼在狱中会狼狈不堪 怕自己会看到当朝首府失魂落魄的模样 但心底真正怕的是 怕这个叫张巨鹿的读书人 根本没有半点颓然 只会笑着骂他 赵敦是一个昏君 嘴唇轻轻颤抖的皇帝悄悄松开手 宋唐鹿几乎是同时朗声道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寒气轻鼓的夜色中 一对夫妇携手走在万籁寂静的宫中 走到一座雄伟大殿前 神采义的男子转身帮妻子 紧了锦虎丘的胸前绳结 然后抬头望向那座殿阁的顶部 伸手指了指 轻声笑道 肝胆相照 君臣共分秋月 意气相投 兄弟共作春风 这是先帝与徐霄阳太岁在那的情谊 男子侧身温柔握住妻子的双手 低头帮他喝了一口热气 然后说道 大丈夫当雄妃 安能辞福 这是赵恒七岁 就在先帝跟前脱口而出的言语 我万万说不出 地院无恙者有四 青山 藏书 美人与兄长 这是赵英那个大胖敦说的 所以 天下是我这个兄长的 但我乐意送给他一个广灵道 赵炳那家伙少年时 经常自称 可以听见床头短剑 呜呜做龙虎音 只是越年长越沉默寡言 我就把他打发去了南疆 打北蟒 没他的事情 至于赵英赵虽 我对他们一直没什么感情 但是赵英既然死得其所 我也不会吝啬什么 男人看着眼眶泛红的妻子 突然笑了 我知道 我这是回光返赵 时日不多了 他的妻子 母仪天下的皇后赵志 把脑袋轻轻搁在他的肩膀上 只是赵敦儿不是什么皇帝的 抚摸着妻子的头发 柔声道 这辈子没什么遗憾 就是觉得陪你的时间太少了 说来好笑 也许我面对那几位阁臣 面对那些奏章的时间 都要比在你身边的时间更多 赵志突然问道 还记得我们当年那个把戏吗 那时候你只是皇子 我是皇子妃 赵敦哈哈大笑 退后一步 一本正经作一道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赵志也退后一步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片刻后 赵敦捂着嘴 仍是不停咳嗽出声 赵志帮着轻柔垂背 赵敦缓过来后 握紧他的手 走了 赵志恩了一声 他说道 陛下 知道吗 能嫁给你 我很开心 能跟你白头偕老 更开心 我知道你一直觉得自己 长得不够好看 但其实啊 你已经不能再好看了 瞧瞧 你都有白头发了 我一样还是看不厌 还是跟当年初次看到你一模一样 一眼看到 就喜欢的不行 喜欢到此生 再不会不喜欢了 原来你也会说这些情话 害怕 情话自然是会说的 只是以前总以为天底下最好的情话 就是跟你一起走到了今天 还能让你知道 我比初见钟情更喜欢你 被紧紧牵着手的富人停下脚步 乌液抽气 很没有一位女子 母依天下该有的风范 她也跟着停脚 试图伸手帮她擦拭泪水 但是她最终倒向了她 她搂着她 虽然泪痕犹在 但眼神异常坚毅 压低声音说道 走了也好 你总算可以安心歇息了 我会帮你看着 这大好江山 帮你看着坐在龙椅上的转 才不如降服两年 就传来一个天大的噩耗 离阳王朝的开春 举国上下皆搞诉 偌大一座泰安城 更是处处可闻哭声 然后 一名当了二十多年皇子 和只穿了才一年 太子满服的赵姓年轻人 名正言顺地 穿上了那件王朝独一份的衣服 君临天下 年轻的异国之君 穿着无比和身的崭新龙袍 高高坐在那张椅子上 她在满朝文武行 跪拜大礼之时 面无表情地 跟历代皇帝一样 举目望向远方 皇帝这时候 本该是虚首一台 不失礼仪的沉声说一句 重轻平身 但是她没有急着开口 她眯着眼 尽情欣赏着 殿内殿外黑压压的跪拜身影 她不说话 就没有人可以起身 因为从现在起 黎阳皇帝就是她照转了呀 她有意 无意瞥了眼西北方向 嘴角不易察觉地微微翘起 第142章 狼烟升起前 在幽州边境燕之郡 陶家是可以称为 郡王的名门大族 族中子弟在幽州官场 文武兼备 而且陶氏家风谱后 陶氏家主陶金早 吉父善名 建造一仓储粮 多次开仓正在幽州 在北盟百万大军压境 北梁的时刻 燕之郡许多大族 都遵循狡徒三窟的至家理念 让年轻子弟携带财产 偷偷转出北梁 唯独陶家没有任何动静 一行人 时数其余 这个开春时分的深夜 赶赴陶家大宅 夜色中 马蹄密集踩在那条 树有朝廷 玉刺六座牌坊的 青石板路上 显得格外清脆悠扬 年过五十的陶金早 先前得到一封 措手不及的密报后 慌忙劈而起 举家出洞 大开一门 一家百余口 一起毕宫 毕竟跪在门外石阶下 为首一骑 是个全身 笼罩在厚重球袍年轻人 身后是一名 良缕雪白长眉的独臂老人 一名身材 由盛北地价的白衣女子 之后十余护骑 皆是腹短弩配梁刀 轻一色白马 逃经早两个带字归中的孙女 并肩跪着 忍不住撞起胆子 偷描那位正笑着 扶起祖父的公子哥 真是俊逸极了 皮囊好 气质更佳 他们猜测 难道是某位趁着世子入梁 而崛起的是的中原世家子 往日总能听说 江南那边的书生 英俊且风雅 举手台族 都会有一股书香气 跟北梁本地男儿 那是一个天一个地 不过 他们当然猜错了 外地世子在北梁官场 纷纷见缝插针占据 座椅是不假 但除了玉鸾刀在内 屈指可数几人 还真没谁有资格 能让陶氏家主 如此兴师动众 令他们一见倾心的这位 正式率领十七百马役 从微服夜行 胭脂郡的北梁王 徐凤年跟陶景早 快步走入大门 见一名妇人怀中的 志同生的清秀灵气 便摘下腰间的一枚玉佩 笑脸温序 送给那孩子当见面礼 然后徐凤年先让陶家老幼妇 如都散去休息 只剩下陶景早 陶温海父子相随 没有什么客套寒暄 徐凤年压低声音 直见了当问道 从灵州赶来的 最后一波夫水房碟子 都安置妥当了 心情激荡的陶景早 平缓了一下情绪 禀报道 这一波二十六人 都已在各处安插完毕 三波人马总计八十一人 加上先前 从王府秘密派遣到 胭脂郡的四位二品小宗师 和十五位三品高手 在暗中可以相互侧应 一切准备就绪 只等潜入境内的 北莽死士自投罗网 如今 边境各个关爱 都已关闭门户 又有边军精锐 有奴守和幽州当地 事后大举四处游业 就算有些漏网之余 越过防线 也很难深入幽州腹地 刺杀官员 徐凤年点了点头 但台平静 随斜谷和白马一从 自然不会参与密谈 只剩下徐凤年和陶家父子 在一间雅士落座 窗外可见 重重冒生绿烛 去年年末 离阳各地降雪皆中 北梁更是如此 今年的道春寒 不如以往那么酷寒难熬 只是徐凤年坐下后 也没有脱去那件球子 陶景早陶温海父子二人 也被刺座坐下 但很显然 面对这位威名在外的年轻藩王 哪怕在自家地盘上 还是十分拘谨 反而像是寒酸客人 上了岁数的陶氏家主是敬畏 担任燕子郡 一个中线县位的陶温海 则是敬佩夺过畏惧 很快就有一名身段恶魔的女子 端来热浆茶 放下后 又去房间角落屈膝坐下 弯腰娴熟凌厉地打开剃盒 将十数种珍贵香料 放在他身前一方紫檀质地的小几岸上 檀岸上先前陈设有典型的主臂三剑 一瓶一如一合 如为主瓶何为臂 徐凤年双手捧着姜茶喝了一口 顿时寒气驱除几分 浸润的心皮温暖 在这个难得浮生偷闲的间隙 下意失望向那个给人安静祥和感觉的女子 大概她便是那种所谓 弱骨风机的动人女子 穿着轻重合宜 但是胸脯 腰臀处的衔接和贵坐的腿 种种圆润曲线 不因冬日衣衫而消失 徐凤年当然不至于心生疑拟 更没有半点 要与他发生点什么的念头 只不过这般出彩女子 确实赏心悦目 徐凤年是雅丸剑上的行家礼手 说是宗师也不为过 否则泰安城也不会对那些 早年被北梁世子殿下 用印章遭她为赝品的字画 屈之若物 徐凤年一眼望去 就知道那只黄铜香炉 出自南柱名家黄雍之手 炉子极富古意 冲淡钢剑 经过多年养护 散发出一种鲜红的色泽 如同一柄铭剑的金光四射 如果没有意外 如中辉 会是多年沉香焚烧后的残留 积攒而成 十年烧香半不灰 徐凤年有些心不在焉的神游万里 视线一直停留在那年轻女子附近 陶景早会心一笑 自己个年龄最大的孙女 这么多年一直不愿嫁人 害得她被一些个联姻不成的老友 嘲笑为陶家有女 奇获可居 不同于心眼活泛的父亲 陶恩海始终在偷偷观察这个 浪子回头经不患的北梁王 由于陶家 有个在浮水房挂名的隐蔽身份 陶恩海很早就参与到北梁 尤其是幽州军情谍报的传递 相比寻常北梁大祖子孙 陶恩海对徐凤年的好奇心 要更丰富也更深刻 徐凤年收回思绪 坦然道 失礼了 那女子奄然一笑 徐凤年重重喝了口姜茶 放下茶杯 沉声道 按照楚禄山从南朝那边挖来的情报 北梁女帝很早就让李密碧 布置了一个兵马未动刺客先行的计划 北梁江湖势力分成两块 绝大部分顶尖高手 和所有墨留五人都进入军中校里 而中层高手 则划分给李密碧这个北梁碧子大头目 用以精准暗杀我们北梁的边军将校 和境内文官 他们不会去楚禄山所在的北梁都护府 自寻死路 但是像陶恩海你这种北梁不可或缺的同时 又相对缺乏贴身护卫的中间官员 是北梁死士的最佳刺杀对象 徐凤年伸出手指 轻轻转动茶杯 梁州以北的边关皆是城池军阵 拥有很大的纵身 对方很难找到机会 幽州就要复杂许多 葫芦口一带 虽然有之网密布的大小物宝封碎 但初中主要还是用以组织北梁大军的急速推进 对付这些秘密前行的朱王死士 和江湖高手 就力所不歹了 就算燕文鸾大将军 和幽州将军黄斐称 已经派出16支500人左右的精锐游骑 在边境线上捕杀漏网之鱼 相信还是很难奏效 幽州方向真正的战场 还是会发生在境内 因此 梧桐院和浮水房的游损英室 主要还是要盯住 如同胭脂郡这样的边境郡线 不过 别看游损英室都以清朝出洞 真正计算起来 到时候注定会手忙脚乱 陶文海轻轻看了眼赴青桃今早 后者点了点头 陶文海这才说道 王爷 我们自然顾此识彼 说到这里 陶文海欲言又止 明显有些犹豫 徐凤年笑道 直说无妨 陶文海开门见山说道 毕竟我们北梁 只是人口稀薄的异余之地 这种相互比拼 消耗高手力量的战争 并不占忧 尤其是北莽道德宗 齐坚乐府 宫主坟和提兵山四大势力 都已派出精锐加入其中 更有许多成名已久的 北莽魔道肖雄 也为李密必驱策 我方在二品三品五道宗师的数目上 肯定处于绝对劣势 但恰恰是这类角色 在刺杀和反刺杀的较量中 可以发出最为一锤定音的效果 我们的大量亲戚游棋 则很难发挥 说难听点 也许就会从头到尾 被牵着鼻子走 连他们的衣角都未必抓得住 徐凤年点头道 事实上 北莽那边明确身份的一品高手 就有五位 分别是道德宗的长律长老 齐坚乐府的大岳府 宫主坟的小念头 还有两个榜上有名的魔头 所以说 这次北莽江湖的整个老底 都给他们皇帝陛下刨出来了 咱们幽州就是那位老妇人 整顿江湖的第一块试金石 陶文海和陶金枣这对父子面面相去 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深沉忧虑 徐凤年微笑道 当然 好消息是 除了那位半面装小念头 其余都只是金刚镜和纸玄镜 再者 二品小宗师中 以其剑乐府居多 这类高手境界是不低 但要说生死相搏 未必就比得上北梁的三品五夫 陶文海苦笑无言 敌人反正都如此强势难敌了 这似乎也不算什么值得庆幸的好消息 角落处 那屈膝而坐的女子 缓缓搅拌均匀香灰 将沉香切成小块 点炭和弱香 都充满恰到好处的婉约美感 因为今夜谈话肯定不会短暂 他的动作便不急不缓 陶文海小心翼翼道 王爷 下官斗胆提议 徐凤年很快就说道 你是想让那吴家百七百剑来幽州救火 有些尴尬的陶文海点了点头 徐凤年摇头道 吴家剑是要留在楚禄山那边 以防不测 现在还不能动 陶井早陶文海知道 北梁王身边那位长眉独臂老人 是先前在梁州城内 一战成名天下之的剑仙人物 只不过 他们当然不会觉得 这种高手会离开北梁王身边 关键是 他们父子 哪怕眼力再差近 也看出眼下北梁王很古怪 像是大战之后 只获得一场元气大伤的惨胜 如果不幸猜中 那么那位剑仙老者 就更不可以擅自离去了 事实上 徐凤年倒是在身边 有淡台平静的情况下 很希望随邪谷能够出把力 但老人家完全就没把 幽州局势当回事 为老不尊的一塌糊涂 说淡台平静在哪 他就在哪 两人家在一起 都两百多岁了 用随邪谷的话说就是 如今还能与他相互看几眼 当然是能多看一眼 是一眼吗 但徐凤年当然不会束手待毙 任由北莽势力 在幽州要武扬威 除了梧桐院浮水房的调动 以及听朝阁高手进出 曾是就北汉镇国大将军 樊宝山孙女的樊小柴配合 前者的纸旋境界 可不是道德宗真人的纸旋 能够相提并论的 而樊小柴如今的实力 面对什么齐见乐府的 二品小宗师 哪怕一对二 也可以吻胜 以他那种畸形的执拗性格 说不定对上三个 都能玉石俱焚 加上观音宗殓气势 都已经悄悄赶赴幽州 并不直接掺和这趟浑水 但会尽量盯住那些大战之际 昙花一现的一品高手 会把军情传给 究竟的有损英士 以便幽州有地方使 这场战争 肯定是一场 有很多小规模接触战的 血腥战役串线组成 一旦双方遇上 注定非死即伤 没有什么全身而退可言 比拼的就是 哪一方的转移更迅猛 更隐蔽 陶景早陶文海 只是猜测这位 北梁王身受重伤 可北蒙里密碧 却是明白无误之道的 因此 随斜谷这个存在 会是北蒙需要重点 针对的一个点 在徐凤年看来 除了那位公主分小念头 会是将随斜谷 看作假想敌的后手 应该还会有一位 隐藏更深的顶尖高手 当然 徐凤年眼中的顶尖 自然不会是跟 陶景早陶文海这些文人 在同一条线上 徐凤年问道 这里有比较详尽的 幽州形式渔图吗 陶文海赶忙起身 去书房取图 捧回来一大落 既有幽州疆域图 也有郡县图 将最大的那幽 幽州全州形式图摊 开放在桌岸上 然后将小的那四五幅 分开放置 这些东西 可不是谁都敢 民间私藏的 一经官府发现 那绝对是要抓进去 吃饱劳饭 徐凤年站起身 陶景早和陶文海 也赶紧起身 徐凤年详细询问了 有关幽州各个郡县的 死士分布 想着查漏补缺 三人自然会偶然 谈及各处郡县的地形 陶文海惊讶发现 这位藩王 连许多胭脂郡本地人 都讲不清楚的地理 也了如指掌 对于各地驻兵 和领军校尉 更是随口说出 甚至连那些品质 不过六七品的武将履历 和治军性格 都一清二楚 陶文海难免怀疑 自己这个小县位 也难逃法眼 一时间好不容易 放回肚子的心又提起 生怕给年轻藩王 留下半点不好印象 三人这一聊 就是整整两个时辰 那名年轻女子 除了天香天茶天竹 就一直安分守己地屈膝 坐在角落 他叫陶潭湘 他不是为了北梁王 而如此得体地献殷勤 其实他很早很早 就开始关注徐凤年 那时他还只是那个 生名狼藉草包至极的 世子殿下 陶潭湘的父亲陶玄龙 重金购得一幅 从北梁王府流出的名画 是出自前朝西蜀国首的 龙宫侍女图 当他看到那两个 奇大无比的印章撰体 艳品 当时见到后 整个人就目瞪口呆了 世上还有如此 抱点天物的混蛋家伙 这些名流雅士 每次开卷鉴赏 都会抱着朝圣心态 去观摩的名画 必定会代代传承下去 只要保存完善 说不定在五百年 甚至千年后 还会被人放在暗头 观看欣赏 这家伙 就不怕因为那两个字 而一抽万年吗 后来他就有些赌气 只要是被 这位世子殿下 加盖印章的字画 都请父亲不惜重金买回 说来好笑 当时关不过从七品的 陶玄龙 一至千金 大肆收购赝品 因此 被围观有道的 胭脂军太守 红山东青年相加 觉得此人是可造之才 尤其是当世子殿下 变成北梁王后 陶玄龙 更是又一次 获得了破格提拔 陶檀香久而久之 就断断续续 收藏了不下三十幅 印有徐凤年盖章的字画 其中未必都是赝品二字 像徐凤年那一方 当今被金城 收藏大家私下称赞为 妙趣横生的急救章 还有一方简练生动 字意粗力的凤霄行印 而那幅 琵琶上的子母印 更是让人记忆深刻 于是陶滩香 慢慢觉得自己 认识这个男人很久了 他知道他这些年中 每一个从黎阳江湖上 从京城朝堂上 从北梁官场上 传来的消息 他双手轻轻放在膝盖上 抬起头痴痴然 望着那个从屋半点 气势凌人的男人 他每一次皱眉凝神 每一次温暖微笑 他都仔仔细细纳入眼帘 就像是在收藏一样真品 又过了一个时辰 徐凤年笑着 让年迈的陶景早先去睡觉 和陶温海继续挑灯聊天 话题也更广些 不再局限于幽州 甚至是北梁 而是囊括了 黎阳和北莽的朝政军事 两个王朝的乡土人情 陶氏家主 先前在离去时 走到孙女陶滩香这边 让他去烹茶 和准备一些糕点吃食 所以之后 搬去窗边小他的闲聊 他就坐在北梁王 和叔叔陶温海之间的座位上 有点三足鼎立的携去意味 当天空泛起玉堵白 神采奕奕根本没有睡意的陶温海 仍是起身告辞离去 他请求北梁王准许陶滩香 与他一起在陶家大宅内随便逛逛 徐凤年微笑着点头答应 两人散步走向陶家书楼 两人之间从头到尾 都隔着两间距离 没有任何若即若离的感觉 徐凤年歉意道 陶小姐辛苦了 他摇头笑道 不辛苦啊 就是祖父可能会有些失望 不过我不失望 很知足了 徐凤年会心一笑 也直言不会说道 你可不愁价 如今富良为官的俊艳世子 一抓一大把 品性才学俱佳的也不少 陶潭香恩了一声 走进了那座阁楼 说道 世人藏书 看重版本和权制 例如板刻精良的凤版书籍 就有一页百两银 一套值千金的说法 但我们家书楼不挑这个 祖父觉得 什么都不如书上的先贤言语来的重要 与其花一千两银子 买一套凤版 还不如买一百套寻常书籍 所以 这座书楼藏书数量 并不比中原那些大书楼要少 而且 若是有读书人来借书看书 都畅通无阻 徐凤年点头道 我听说过 你们陶家 还会全权负责那些 求学韩式的饮食住宿 很难得 北梁世子的富籍游学之风 远远不如中原 但是胭脂郡 因为有你们陶家 不输江南 陶潭香柔声道 我爹说过 一个蒸蒸日上的富足之家 就像是一个肌肤充盈之人 但若是杨气过胜不去调理 必然有一天会伤及脏腹 因此我们陶家年复一年的震灾 借书和善待相邻 都是一种必须的治病 治病不能等到病入膏肓 才去亡羊补牢 徐凤年打句道 就凭这一席话 你爹就可以去当个 绰绰有余的俊守大人 徐凤年走向陶家大宅的大门 跨过门槛的时候 对陶潭香说道 你先回去吧 女子熬夜很伤的 我还要去排房那边等人 她眯眼灿烂笑着 俏皮说道 没事啊 我很想知道 天底下谁能让北梁王等候 徐凤年一笑置之 两人站在一座排房下 不知等了多久 视野尽头的远处 终于出现一辆马车 和一对百鱼骑的白马一丛 陶潭香转过头 正好看到她笑了 她看到她快步走去湘营 她没有跟上去 站在原地 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 马车和骑队整齐停下 陶潭香看到 从马车上走下一名 看不清容颜的年轻女子 徐凤年看着 从梁州王府一路赶来的女子 柔声问道 冷不冷 她摇了摇头 跟白马一丛 一同前来的某骑 十分僭越嫌疑的没有下马 只是跟徐凤年视线 交错后点了点头 然后拨转马头 侧马离去 这名骑士没有配刀 也没有父母 只有一根沉重铁枪 但有这一骑一枪 整个幽州就乱不了 徐凤年跟白马一丛 要了一匹战马 先把他抱上马 然后自己翻身上马 抱着他 两人共乘一起 徐凤年歉一道 以前答应过 你要看遍北梁风光的 他靠在他的温暖怀抱中 不说话 徐凤年一家马赴 沿着白马一丛来时的路途 侧马狂奔 除了两人一起 四下已无人 容颜焕发的他 举起双手放在嘴边 狠孩子气地笑道 徐凤年带路成烟白马 走北梁了 白马走北梁 千里快栽放 第143章 西北遍地起狼烟 京城人人的太平 天地一家春 可当北满大军三线 齐齐压境的时候 黎阳朝廷还没有获知此事 北梁也不会传递 这份军情给京城 想必就算京城听说了 也只会松口气而已 蛮子杀蛮子 狗咬狗 不关他们一颗铜钱的事 最是好打的两败俱伤 等于是件天大好事 给黎阳王朝冲喜了 京城正南门外的 那条笔制官道上 站着四个 没有录影蝴蝶的家伙 一对夫妇带着个孩子 志同骑在那 配件男子的脖子上 明摆着是一家三口 然后他们身边多出来 一个略显多余的白衣人 英气凌人 这位给人模糊感觉的白衣人 若说相貌 并不出类拔萃 既没有胭脂瓶女子的 那种倾国倾城 也没有男子的英俊非凡 附近的路上行人 下意识都不敢去打量此人 仅是惊鸿一瞥 但转头一想 似乎不应该啥印象 都没留下 但已经没有胆子再看一眼了 至于那不起眼的一家三口 自然是被自动忽略了 双手扶住自己孩子 两条腿的男人 望着泰安城的城头 有些感慨 天底下原先恐怕 也就只有这座城 让我很为难了 挺想进去 但又怕惹麻烦 咱们仨都没有个正经的 黎阳身份 总不能真的硬闯 要说晚上偷摸进去 也不妥 当时城里有个信谢的 打架不是我对手 可要找到我也很简单 我是想带着媳妇闺女 进去玩耍的 又不是跑进去 大杀四方抖搂威风 这种事情 让我年轻的二十岁还差不多 白衣人冷笑道 红喜相不是做到了 男人无奈道 你这不是 拿我跟驴族比吗 白衣人语气平淡道 论那些牵扯不清的身份 你会输 就算只论这一世的武道天赋 你也不会输 结果沦落道 连拓跋菩萨都不如的境地 男子一脸 跟你没话讲的臭屁姿态 他媳妇赶紧打圆场笑道 我家男人天生就懒嘛 其实不也挺好的 不用莫名其妙 跟谁争什么 还清静 男人点头附和道 就是就是 那个孩子把下巴 搁在他爹的脑袋上 跟着老爹一起点头 虽然没听懂个啥 但还是起哄道 就是就是 白衣人遥望太安城 八百年来 自大秦至黎阳 除了眼前这座世间第一雄城 几乎所有的京城国都 他都走过了 孩子突然说道 爹 娘亲以前不是说过吗 有个喜欢穿轻衣服的家伙 经常京城的 你咋就头疼了 爹 你打不过我将来的师父没关系 但你好歹正在天下第二第三码 男人揉了揉下巴 一本正经道 也对 妇人在他腰间狠狠捏了一把 男人正想说话 发现一路同行的那家伙 竟然直接转身走了 他确实像媳妇所说 那样很懒 懒得动脑子去想原因 只是难免有些付费 你大魔头洛阳的那些个身份 就不乱七八糟了 有资格说我 白衣人是洛阳 他则是那个从北盲跑到黎阳 然后找到了媳妇 再然后 因为媳妇说 剑侠最潇洒 就随便找了 把剑甲装剑客 剩了的宝贝闺女 最后跟洛阳拓跋菩萨都灰山山脚 遇上的家伙 如果是在北盲 他的名气就顶天大了 北盲有五大宗门 他所在的宗门位列其中 而他是唯一一个宗门成员 世间独一份 一人一宗门 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武学天赋很好 但他从来就不追求什么 正道非生什么天下第一 这就像他媳妇长得 没那么沉于落雁 可他第一眼就相中了 世上总有些事情 是没有理由的 他唯一的追求 就是无拘无束 年轻的时候 是自己一个人的自由 人家三口的自由 至于到底什么是自由 他又懒得深思了 他看着那座雄伟壮观的城池 能清晰感受到那股气韵 想来黎阳新皇帝登基后 因为寒声宣死了 柳豪尸死了 信谢的也走了 怕穿龙袍坐龙椅没几天 就给人摘掉脑袋 所以又布置乌烟瘴气的重重机关 这也在情理之中 以黎阳王朝 一直蒸蒸日上的国力底蕴 总不至于对一个单枪匹马的顶尖武夫 完全束手无策 他闺女突然小声说道 爹 我想吃韭菜饼子了 男人愣了一下 笑嘻嘻着 转头望向天大地大 不如他最大的媳妇大人 妇人一脚踩在他脚背上 死样 你练武做什么用的 闺女吃个饼也不行 他很快补充了一句 咱又不是不给钱 得了圣旨的男人点头笑道 好嘞 他腾出一只手牵住媳妇 柔声道 闺女 报警哦 刹那之间 泰安城内所有明面上和台面下的一品高手 都感到一股磅 伯伯至极的气势 北派扶龙练气势 更是惊慌失措的像一群无头苍蝇 男人扬起一张笑脸 自由是啥 起码在这个时候 他是知道答案的 自由啊 那就是 闺女说要吃饼 就算整座泰安城要拦 也拦不住 他忽颜大官吗 道路上榨起一抹璀璨流滑 宛如一条长虹 坠入泰安城 泰安城的确有碗秋白菜春韭菜的说法 这两样 不论达官显贵 还是饭夫走足 家家户户都吃得起 也都爱吃 京城百姓喜欢用韭菜来咬春 更是在欲贴食令不过了 吃一口辛辣鲜味的清酒 简直能把一个冬天 积遇在五脏六腑的浊气 都给逐出肚子 在京城赵家瓮这个地方 得以占地最广的 一座官崖大屋内 许多官员打阁 都冒着一股韭菜味 更别提 那几个不知哪位大人 屁股底下冒出的闷屁了 真是让人大皱眉头后 很快又会心一笑 赵家瓮这边 有向来清贵超然的汉林院 也有原先门可罗雀 如今稍稍热闹的中书门下 两省两座大崖门 但最宣废的 自然还是尚书省六部关崖 而兵部始终是六部兄弟中 最具外庭低崖气象的书药重地 哪怕处向英茂春 代替赵又玲 成为力部尚书后 也无法扭转格局 不同于其他五大部 主官的风水轮流转 可能没几年 就要城头变换大王旗 兵部自永辉元年起 志祥福两年 二十来年 就只有三人 做过那张主官座椅 大驻国顾建堂 蜀王陈之豹 以及如今的 唐熙剑仙卢白邪 并且后两者加起来 在位时间也不到两年 兵部无疑一直是 新科进士们 最希望有一席之地的风水宝地 以至于去年的榜眼高亭树 在君臣殿议中 坦言宁肯当个 兵部芝麻绿豆大的 五选清立司主是 也不愿去礼部 做罪意升迁的 一致清立司缘外郎 要知道 当时礼部尚书白国 可是就在大殿当场的 白尚书继效的 立马就踹了 另一位尚书大人 卢白斜一脚 坊间传言 后来白国平调户部尚书 有天跟新科榜眼 在早朝食欲上 尚书大人就调侃了一句 幸好本官没去礼部就职 否则你小子 就等着乖乖在兵部 做他的十几二十年的 冷板凳吧 今天忙碌异常的兵部 来了一位有些突兀的客人 兵部所有人 无论是屋外行走中 还是屋内在座批阅中 见到他后 要么停步至理 要么肃然起身 一个个神情激动 比起单独觐见天子 也差不太远了 很简单 因为此人是顾建堂 春秋四大名将里 最年轻的那个五人 昔日兵部顾炉的主人 作为将领 同位春秋名将的徐霄 已经老死了 顾建堂却甚至都称不上年迈 作为官员 与顾炉对质十多年的张炉 早已清他 张巨鹿更是死得无比凄凉 而他顾建堂 还是黎阳朝廷 唯一的超义品大驻国 手握北地边关 三十万兵马大权 顾建堂独自走入 旧张炉的那间大屋子 不用他说什么 那一大帮子 在六部中 格外眼高于顶的官员 其身治理后 便不约而同地 迅速坐下继续做事 这便是顾建堂 留给兵部那种 只可意会的冷硬气质 准你为人处事嚣张跋扈 但做事物必雷厉风行 不许拖泥带水 不同于其他五部尚书侍郎 各有单独房间 兵部三位主副官员 皆在同一间屋子办公 尚书桌按摆在屋内最左 左右侍郎两张桌子在最右 眼下兵部两位侍郎 标逸大将军卢生相 作为南征主帅不在京城 新任侍郎龙襄将军许巩 则按照黎阳心理志 前往两辽寻边 于是只剩下尚书卢白邪 还在屋内 他在见到顾建堂后 也没有故意拿捏架子 而是跟属官们一样 站个下笔 起身迎接老尚书 甚至等其余人坐回去后 他还站着 这不仅仅是因为 卢白邪兄前秀二品狮子的官不子 比起顾建堂的一品麒麟 要略逊一筹 更因为卢白邪对兵部前辈顾建堂 有着无需掩饰的尊敬 卢白邪绕过桌子 走到顾建堂身边 笑道 大将军 坐下来喝杯茶 顾建堂点了点头 卢白邪率先走向屋子 最右那两张相邻的空桌 很快就有那位写出过最八仙 而且被尚书白国亲口威胁 过得榜眼狼端来查水 先端给远在天边的顾建堂 再给静在眼前的卢白邪 顾建堂接过茶水后 缓缓问道 你就是不去礼部的高亭树 不敢有任何话舌天族举动 只想赶紧离去的 吴选清丽丝年轻主事 浑身不由自主地紧绷起来 产生到 正式下官 顾建堂脸上没有笑意 对这个兵部新人 又问了个颇为尖锐的问题 怎么不先端茶给尚书大人 高亭树哑口无言 卢白邪哈哈笑道 大将军啊大将军 明明肚子里偷着乐 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咯 高主事可是冒着坐冷板凳的天大风险 来咱们兵部的 怎么也算是大将军你的伴的娘家人 没你这么吓唬晚辈的 被卢白邪这么一闹 顾建堂也不再故意绷着脸 展颜微笑道 就冲你小子先递茶的份上 哪怕以后力部要压你 我在这里先跟白尚书求个人情 保证以后不耽误你升官便是 不过你小子多学着点 看看人家白尚书是怎么当官的 既给他自己丢面子找了台阶下 又让你念他帮你解为的大恩 卢白邪满脸无奈道 喂喂喂 大将军你可不厚道啊 蹭茶喝也就罢了 还拆我的台 以后我在这间屋子 可就微信全无了呀 卢白邪转头瞪了眼高停数 杨怒道 臭小子 还不滚蛋 不怕本官给你穿小鞋 想把六部尚书惹恼一个遍 才罢休不成 到时候 就算有大将军保你 最多让你跑边关喝风吃沙去 高停数赶忙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傻笑着转身小跑离开 那些骑士偷偷竖着耳朵的兵部官员 顿时轰然大笑 气氛其家的大笑之余 自然是人人无比羡慕高停数 这小家伙的红韵当头 一下子就在先后两位兵部尚书心里 留了份不俗印象 顾建堂一口喝光茶水 放下茶杯后 感慨到 顾建堂沉默许久 起身后说道 我马上要出京返回辽西 就不叨扰了 顾白邪跟随起身平静说道 送大将军一程 两人走出屋子后 顾白邪犹豫了一下 还是低声问道 大将军真的要走 顾建堂恩了一声 跟身旁这位兵部尚书一样 都不像在屋内那么闲适轻松 脸色有些凝重 若是到达京城之前能决定留下 还有希望 现在我就算执意留下 你觉得可能吗 顾白邪无言以对 大将军顾建堂的言下之意 其实并不深 先帝在世时 顾建堂曾一路结伴返京 仍然没能说服先帝 让他这位总领北地军政的大驻国 代替卢生相主持南征 那么如今新军登基 顾建堂怎么可能在这个敏感关头 凭就公邪新主 其实顾建堂和卢白邪 显然都是赞同当初某人的局势预判 广邻道平判 一块不一蔓 朝廷派遣卢生相 搭档杨慎行严震春 一同南征 服以数位藩王进南 就兵力而言 其实够了 妙手算不上 但肯定也不是昏招 但除了 极少数人都忘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战场上的调兵遣将 和排兵部阵 要比每个台阶上下 都可以让大伙关起门来 做着细针曼拙的官场 更加直截了当 卢生相空有极为出色的江兵才华 但是当时暗流涌动的朝局 根本就不给这位兵部侍郎将将的机会 非但没有机会 反而拖累到了连将兵都困难至极的地步 于是朝廷硬生生 把局面大忧的旗面 下成了烂泥潭式的臭旗 若是由顾建堂坐镇 就算有那帮不知天高地厚的 纹固子弟从中捣乱 杨慎兴还是绝对不敢贪功冒进 也就不至于祸害的严震春 整整三万旗军 全部折在那里 更不至于让赵英赵巡两位藩王 跟送死差不多的一败涂地 顾建堂悄然放慢脚步 说道 卢生相得了标一大将军 不出意外 要在兵部里 腾出那个刚才我坐过的位置 到时候会是我不下辽西大将 唐铁双入京接任 不是什么好消息 也不算坏消息 趁着机会 先跟你打声招呼罢了 唐铁双不同于卢生相和徐拱 当官当不好 但带兵打仗很不错 他进入兵部后 卢尚书 你尽量让他带几个年轻人 一起丢去广陵道 到时候 也许是荆棘之难才对 顾建堂淡然道 之所以说这个 不是出于私心 让唐铁双座官座的平坦顺畅 不过是希望 兵部在卢尚书你手上 能多保留 几天沙场味道是几天 以后在兵部坐着的 恐怕没几个知道 马粪是个什么味道了 更没几个大腿内侧 会有满是骑马遭罪 弄出来的老奸了 卢白鞋叹了口气 说道 这件事应该不难 顾建堂突然回头 看了眼昔日的顾炉 黄昏中 有些春日余晖 洒落在屋顶 卢白鞋驻足目送 这位大将军远去 他知道顾建堂要去哪里 曾经的张罗 张罗最先是吏部所在地 毕竟不管顾建堂 把持多年的兵部 如何气焰嚣张 吏部衙门始终是 黎昂名义上的外庭第一要地 后来赵又林 跟他的作师分道扬镳 吏部就换了个地方 当时作为仅剩一位 以得意门生身份 坚定站在首府身后的王雄贵 他领先的护部 也没有就是一股脑搬入张罗 但是那时吏部 公部 护部 礼部和刑部 都会让一位侍郎 在张罗老老实实坐着 以便那位文官领袖 以最快速度将其意图 或者说意志传达到 五部的各个关节 现在赵又林升迁至中书省 英茂春入主吏部 后者出人意料地选择 坐入那间屋子 当然 天下再不会有什么张罗的说法了 比起经常被念叨起的顾鲁 这个地方连提都不敢再提了 仿佛他从来就 不曾出现在黎昂朝廷上 顾剑堂走到那个地方 看着那里 夜幕下 比起顾炉 那里连最后的一丝余晖都没有了 此次返京 那晚还没有被称为先帝的皇帝陛下 站在诏狱中 是他顾剑堂去见的那人最后一面 转述的最后一句话 那人与他这位大将军隔着铁栅栏 却没有说 哪怕半个字的临终遗言 只是对他顾剑堂挥了挥手 顾剑堂收回思绪 不去看那些文讯后 仓促出跑下台阶 迎接的吏部要员 也不去看一眼 停留在门口的那位处向英茂春 顾剑堂靖直转身大踏步离去 京城无声无息多了个人 照理说 别说这座天下守善之地 多出一个人 就是多出一千人 也跟打个水漂似的 但是这个有着戴罪之身的客人 谁都无法小觑 金安王赵巡 离安王朝最年轻的赵姓宗氏藩王 从下旨赵建赵巡到赵巡入京 本该礼部从头到尾都没能插上手 都是宗人府一手操持 京城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小道消息倒是已经开始在高层官场迅猛传播 但是基本上没有谁能够知道 赵巡这趟泰安城之行 是福还是祸 摇游关外那一战 同样是宗室藩王的淮南王赵英 在三战三截后竟然战死 说憋屈似乎有点不妥 可要说英勇那也不对啊 勇倒是勇 可也太无谋了些 抛弃三个关爱不要 跑去平原上跟人玩齐军对决 何来英明一说 至于赵巡这家伙 还算是包多于贬 毕竟这位靖安王是奔着解救淮南王去的 而且差点就要被西楚叛军的尤其追杀致死 两位差了一个辈分的藩王 关系浅淡 可见赵巡对朝廷的忠心耿耿 无庸置疑 跟他的父亲老靖安王赵衡 那是天壤之别 只是如今皇帝陛下才继承大统 军心难测啊 赵巡暂时住在那条郡王街的一座府邸里 跟他没有半点传承关系 在一百多年前 曾经是黎阳朝一位全臣的私底 剑阅为之的乌以附加 占地极广 房屋组有四百多间 其中更有殿阁的地基 高于门外接面数丈 后来在大概四十年前 被黎阳皇帝赐给忠义王 可惜王爵才世袭往替了一代 就获罪失去 最近四十年中 数度辗转 主人都住不久远 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当然是西楚老太师孙希记 赵巡虽然名义上赴经请罪的藩王 先前那道圣旨上的措辞颇为严厉 若非一切走势 都在那个木盲鹿先生的预料之中 赵巡还真有可能被吓得魂飞魄散 当时陆许的赠言很简单 寄去知且安之 赵巡当下 也真的是寄来之则安之了 这些天就经常独自 在府邸中闲庭信部 尽情欣赏着府内的明王通己 古墓参天和闲水环山 赵巡此时就站在一座弧心亭中 脸上还带着笑意 先前到达京城后 押送他进入此地的宗人府幼宗正 对他那叫一个 鼻子不是鼻子脸 不是脸的 看他赵巡 就跟看一条路边野狗似的 这不昨天兴许 是听闻了什么消息 火急火燎修缮关系来了 一张皱巴巴的老脸笑开花 赵巡当然不会在明面上计较 甚至送了那位 幼宗正一块 早就准备好的水银沁玉班纸 老家伙 一看见 就眼睛发亮 显然陆先生精心准备的 这样小物件 正中软肋 其实除了玉班纸 陆许还让他随身携带了 一方莫彩归备焰 说 若是左宗正出面负责接待 就需要送出此物 赵巡由衷感慨道 陆许你 真是神机妙算啊 本王还是世子殿下的时候 总觉得李一山纳兰又慈 这些所谓的顶尖谋士 不过是时事造英雄罢了 一旦搁在太平盛世 也就泯然中矣 直到遇见你后 才知道 他们不管身处乱世之事 都必定会有你们的一席之地 赵巡先前以为 用六千骑兵的全军覆灭 去完成以退为进的布局 代价太过惨重 但是当赵巡来到太安城 站在这座府邸中 他开始明白 陆先生才是对的 赵巡突然看到两个身影 出现在湖岸那边 然后朝着 胡兴廷走来 无人带路 赵巡皱了皱眉头 生出一些本能的戒备 当那两人渐渐走近 赵巡愣了一下 认出其中一人后 疑惑道 宋兄 宋家厨奉送克里 上次进京 赵巡跟宋克里 打过一些点到极致的交道 宋克里作医道 下官拜见静安王 赵巡连忙微笑道 宋兄不用多礼 宋克里神态嫌疑 有着一种骨子里 散发出来的不焦不燥 没有丝毫家族衰败 几身蒙尘的颓丧 加上他和那个两兵苍苍的儒氏 连妹登门拜访 让赵巡心底甚是犹疑 宋克里轻声道 这位是袁先生 而西楚孙希记等人 只算是袁先生的客人 赵巡不笨 一下子就想透彻了 信源 这栋宅子真正的主人 就是那个让父亲赵衡 恨之入骨的黎阳第一谋士 半寸蛇渊本夕 赵巡一一到底 晚辈赵巡拜见袁先生 袁本夕没有说话 只是摆了摆手 宋克里笑道 下官是来告诉王爷 很快就可以出京返回青州了 没有等赵巡回过位 宋克里嘴里的很快 就真的很快一面了 一袭仙红莽袍的 斯里坚兵比太监捧着圣旨 朝他们三人走来 步子极快 却不给人凌乱匆忙的感觉 手持圣旨的老太监 在见到袁本夕后 也是先微微点头智力后 才对静安王赵巡宣旨 赵巡自然需要跪下 宋克里也后退一步 跪下旁听 唯独袁本夕面朝湖水 置若罔闻 而那位在天下宦官中 稳坐前三把交椅的大太监 对此根本没有流露出 半点异样神色 收下圣旨 赵巡只得速速离京 加上他 没了陆许的锦囊妙计 确实不知道 如何跟那位黎阳帝师言语 生怕弄巧成拙 就借是告辞 离开胡兴廷 等到赵巡和大太监相继离去 袁本夕问道 你猜这位四里尖兵比太监回宫后 会被问什么 宋克里摇头表示不知 袁本夕笑道 皇帝不会关心静安王如何 而会问袁本夕 在见到圣旨的时候 是否恭敬 宋克里哭笑不得 袁本夕平静道 先前我曾见言先帝 如果静安王赵巡 在静南战役中 有心隐藏实力 就下旨让他入京 摘掉爵位便为庶民 若是竭尽权力仍然失败 便让他保留王爵 但必须在太安城住上一两年 先帝对此事上心了 但是当今天子不是不上心 不过对天子而言 一个威望平平的藩王 赵巡的去留不算什么 他要借此模仿先帝 对付张巨鹿的手腕 不断下出适应手 步步为营 点点蚕食 宋克里小声道 未免也太着急了 袁本夕不置可否 略显吃力地打开话匣子 继续说道 赵巡很聪明 不是他本身有多聪明 事实上比他父亲赵衡逊色许多 不过此人懂得如何 对身后之人言听计从 我要他留在太安城 只能束手对天下变局作弊上官 是因为作为天下之妖旅的相反 实在太重要了 容不得出现半点散失 那个目盲心活的年轻人 本身就是个巨大变数 我本想彻底打乱青州势力 让徐拱或者唐铁双 两人中的一个 去坐镇相反城 现在看来 也许 也许有一天 青州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黎阳 北莽 北梁 西楚 西蜀 南疆 都有可能 宋克里预言又指 谋士谋士 谋化的世子 身份已经定死了 只是是 然后就看如何给辅佐之人出谋化策了 但这之前 必须找对人 原本稀眯起眼睛 嗓音低沉到 李一山找徐骁 是对 赵长林就是错 我找先帝 是对 荀平 则是错 纳兰又次找烟尺王赵炳 是对 陆徐找赵衡 赵寻父子 是错 宋克里好奇问道 那么宋董明 徐北指和陈希亮 找到徐凤年 是对 是错 原本稀微笑道 不知道啊 宋克里很认真地问道 先生也有不敢确定的事情 原本稀反问道 难道不可以有 宋克里笑道 可以 原本稀一笑置之 然后说道 我曾经问过两个和尚同样的问题 杀千人活万人 是有所为 还是有所不为 当我问到杀十人活万人的时候 杨太岁点头说 可以有所为 但当我一直问到 杀一人活万人的时候 李当心还是不肯点头 原本稀说完后 停顿了很久 伸手按在停柱上 说道 我接下来会让你带一道圣纸一道密纸前往冀州 前者是让你在济南扎根 后者是让你烧给原亭山那条疯狗的 让他大胆放手 打开冀北门户 宋克里先是不解 但很快就猛然间变得脸色苍白 原本稀淡然道 让北梁再乱一些而已 求生者生 愿死者死 各得其所 北梁铁骑甲天下 那就让整个中原拭目以待吧 跟以往如出一辙 台安城当下迎来了正月里 最机不可施 时不再来的那场 文采飞扬 一时兼明刺门状满天飞 科举始于大凤 心于西楚 胜于黎阳 在西楚时 科举科目极其繁荣 在黎阳改制后 开始最重进士科 在某人手上进士科中 又逐渐侧重施侧问 起先还闹过一阵首辅大人冷落学问 独宠式攻否的喧嚣 进士极地的人数 也越来越多 从大凤的寥寥三四人 到西楚的二三十余人 盛况空前的两百人 因为科举大兴 导致许多附近赶考的外乡举子 不断涌入 且滞留台安城 于是便有了通榜 省卷两大去世 无形中 也使得文坛官场两个地方 不断被拉近关系 黎阳进士科 都在正月举行二月放榜 跳过龙门的凤毛麟脚步去说 落榜世子 也不要天真以为落榜就完事了 更不可能打到回府各回的家 毕竟一来上京的那笔巨大盘缠 不是大部分世子可以承受的 所以不得不在京城逗留 有关系的找亲朋找同乡 没关系 就要借助在寺庙道观 在此期间 除了继续寒窗苦读 还得学会请人 将自己的得意文章 向官场大佬 或是文坛民宿过个言 品鉴一番 或者直接投递给科举主考官之外的 礼部衙门官员 类似宰相门房七品官言望好见 小鬼难缠的说法 就是因此而生 而降服二年 眼下最不可开交转如陀螺的七品门房 有些不同寻常 在坦坦翁之后 主持过数次科举 如今又是天官大人的阴茂春门前 自然车水马龙 这不奇怪 出过父子两父子的宋家门可罗雀 也不算什么奇事 不同寻常的地方 在于今年收取名次门状最多的府邸 不是中书令齐阳萌的宅子 也不是理学大宗师姚白峰的府邸 不是身兼皇亲国妻 和殿阁大学士双重身份的严杰西家门 而是两个年轻官员的宅子 一个是新礼部侍郎靖南亭 传言有望出任下一任做主的靖三郎 再一个就是新国子健又记久的孙莹了 据说这两位门房收到的名次 可以装满几十只大箩筐 而这两位黎阳最当红官员 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姿态 靖南亭哪怕公务繁重 也竭尽全力地抽空接见所有举人世子 就算排在太后头 己不尽是郎府 没能见着面帝 靖大人也必定会仔细温卷 及回信给人 且绝不了草应付 以至于他几乎每天都要通宵打蛋 除了当面热情 接见世子就是挑灯批复文章诗词 有些上家诗文 甚至还会被靖三郎 主动在京城八郡中传递浏览 可谓不遗余力 帮助那些世子言喻张目 过而无人不对其感激涕零 但是孙银孙记久对比之下 就显得额外不尽人情 门状收下 但在正月头一旬中没有接见任何人 得到确认的温卷 也不过随随便便回复了七八份 只是这家伙 在国子健讲武中 实在是太过震撼人心 别忘了 那场民动朝野的蛇战群儒 是此人大胜 因此 哪怕这位京城公认的狂卷之徒 在一封回信中 以粗笔写下 狗屁不通四个大字 那个得到回复的家伙 仍是如获至宝 厚着脸皮为自己大肆宣扬 被整座泰安城引为笑谈 短短几年 从黄门郎府 变成季九府 又变成侍郎府 那么 距离尚书府这个称呼还远吗 靖兰亭在送走京城八郡 其余七人后 独自走在狼道中 他知道书房案头上 有堆积成山的门状 更知道 只要科举没正式开启 那座小山 就只会越堆越高 礼部确实是六部中 最清汤寡水的 但做到了侍郎 那就是清水衙门出油水了 不过是这种油水 比起金银更加隐蔽而已 靖兰亭在一根 狼柱旁停下脚步 抬起头闭上眼睛 满脸陶醉 深呼吸一口气 太安城啊 靖兰亭睁开眼睛 眼神炽热 用只有自己 才能听见的嗓音说道 首辅大人 我会做得比你更好 孙莹现在居住的 那栋小宅子是租的 最先租赁的时候 他还只是个门下省的小官 租金还是孙莹 跟那富甲磨破嘴皮子 好说歹说 才降到月租十两 三月一复 等到孙莹鸣声雀起后 富甲屁颠屁颠跑上门说 要把宅子送给又祭酒大人 孙莹没答应 只是将三月一复 改成了一年一复而已 今天孙莹要出门 透过大门缝隙 看到门外那零零散散 十几人还在守株待兔 孙莹就转去后门离开 结果还是被一个 衣衫寒酸的年轻柿子给堵住 孙莹被拦住去路 那个读书人 操着浓重的旧西书口音 介绍自己 然后弯腰双手递出一叠东西 可能是多篇诗稿 也可能是一篇长妇 孙莹神情淡然问了句 给金侍郎看过了吗 读书人仗红了脸 如如诺诺 显然是给侍郎府投过卷了的 也多半被靖三郎温卷过 也肯定是靖兰婷 只给了平淡无味的客套应酬 这才要来门槛更高的孙莹这边撞运气 孙莹默锁锁 掏出一把零碎银子 张开手心 问道 我这一寻来就没瞧上演过谁 你手上的东西 也时生时会是我连骂都懒得骂 京城高官都爱惜羽毛 碰到你这种人 顶多捏着鼻子 给些钱打发了 那么 你是要我给你银子 好赶紧把奢签的租金还上 再好好吃上几顿饱饭 还是非要我看你的东西 那个相貌平平 气质也毫不出众地稀数到赶考橘子 摇头道 我不要钱 只要记久大人认真看一下我的诗稿 孙莹收回银子 接过那一摞瞧着自己端正的诗稿 左手双指捏住一脚 右手漫不经心 翻了七八页 很快就做事 递换给双手生满洞窗的落魄橘子 但是在后者双手 马上借助诗稿的时候 孙莹率先松开 诗稿顿时飘落满地 孙莹看着一脸错愕的读书人 不知为何 又掏出了一小粒碎银子 随手丢在地上 跟那稀数橘子擦肩而过的时候 冷笑道 我不会去捡起那里银子 因为对那我来说 实在是不值一提 你的诗稿 对你来说 也该是如此 因为太不值钱了 孙莹就这么扬长而去 走出去很远后 孙莹转过头看着那个人 一山单薄的读书人蹲在地上 一页一页捡着诗稿 孙莹还看到那人 抬起手臂擦了擦脸 孙莹叹了口气 缓缓走向路程 不算近的一座府邸 到了后 原本在京城 公认吉南伺候的门房 全然没有阻拦 甚至还露出很真诚的笑脸 这显然不止因为 孙莹是国子剑二把手那么简单 不用人带路 在书房找到 正在酒花生米 酒酒的坦坦温厚 孙莹也不说话 就是自顾自喝酒 桓文笑道 淮花黄 橘子忙 开春绿 就是你们忙了 习惯就好 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 也就可以不忙了 喝了好几大碗酒的孙莹 突然提起一双筷子 轻轻敲打着酒碗边沿 轻声道 京城雪叶冻断止 破庙起而憨如雷 珠门高墙暖胜春 紫衣白自老贵人 和尚一眼求不得 听着孙莹长天大幅念叨着 桓文听了大半天 一碗酒端到了嘴边 愣是没喝 最后终于忍不住笑骂道 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孙莹停下后 闭嘴不言语 桓文喝了口酒 轻声道 不过意思 还是有那么点小意思 孙莹平静道 是我用一粒碎银子借来的 事件 我买不起 坦坦翁是何等老辣 又是何种道横 景时又悠然喝了口酒 发出一串则则声 不知是酒太辛辣 还是怎店 孙莹问道 没酒了 桓文白眼道 年轻人喝酒 不该用来喝醉焦愁 小小年纪 知道各批的愁滋味 只有七老八十了 活腻歪了 才用来催人心肝 孙莹瞪眼道 别拽酸的 说人话 桓文把空酒碗重重放在桌上 也瞪眼道 老子的意思 你小子不懂 没酒给你蹭了 孙莹颓然靠着椅背 桓文怒道 要不是你小子总算还知道 趁着有个官帽子戴 把头个月缝落袋为安了 赶紧跟那商骨改成一年一副 要不然 别说喝那几碗酒 我这个大门 你都甭想进 桓文一说起这个 就动了真火 拿手指狠狠点了点 这个国子监历史上 最年轻的幼稽酒 脑子进水了 以北莽黎阳为 攻守双方 讲武 讲你个大头鬼 桓文抓起 桌上那只酒碗就砸过去 也不管孙莹额头的血流不止 吏声道 好吗 好一个国难当头 武不牺牲 文不牺名 好一个一寸山河一寸血 好一个北莽寇官 直奔太安城 天底下 就你北梁孙莹一人 织兵法董实事 孙莹干脆闭上眼睛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孙莹越是 这副不死不活的样子 桓文就越是火大 重重一拍桌子 你当那时 坐在蒲团上的太子殿下是傻子 中书令齐阳龙是傻子 桓文几乎是直接破口大骂了 你当我桓文是傻子 干你娘的 孙莹不冷不热道 对不住 我娘早死了 干你大爷的 也死了 老子管你祖宗十八代死没死 孙莹彻底不再说话了 桓文缓了缓 神情欺然 双手颤抖 轻声道 碧尔一辈子就没训思过 他生前只为了你这个王八蛋 破例了一次啊 孙莹神情慕然 在国子见 那么多满腹经纶的读书人 都觉得北梁三十万铁骑 就该死得一干二净 甚至认为 连北梁数百万百姓死了就死了 严镇春死了 他们无动于衷 张巨鹿死了 他们大快人心 这些人觉得 如果他们是严镇春 可以轻轻松松大破梭西锤齐军 这些人觉得 如果他们是张巨鹿 早就可以经国纪式一统天下了 这些人 都是读书人啊 孙莹低下头 双手捂住脸 哽咽道 我年少时 好不容易才读上私塾 先生是个在宏家北奔中 不知为何留在北梁的春秋移民 记得先生 喜欢带我们半读半唱那支 长恨歌 我离开灵州前 见先生最后一面 先生说他也没有想到 在北梁听到的狼狼书声 跟他在家乡时听到的书声 原来是一样的 所以先生 说他死后葬在北梁 也无妨了 这些读书人的泰安城 好太平啊 我不想见到这样的太平 我孙莹想回到家乡 宁愿去看那里的狼烟四起 桓温自言自语道 孙莹 你要回北梁 我不拦你 但是 我希望你知道 你看到的那些读书人的泰安城 并不是真正的泰安城 也不是所有人的泰安城 这座城 有过我恩师 有过张居禄 有过寻平 有过严震春 也有我这个还活着的桓温 还有很多人 你不知道 徐潇 李当心 曹长青 杨太岁 都曾经在这个地方 是那么的意气风发 而且 他们每一人都能问心无愧 你回去北梁 可能会成为一个官吏 可能是个谋士 可能会死在战场上 也问心无愧 但如果你今天没有放弃 以后有一天 有某个时候 你就有机会 对另外一个年轻人说 泰安城 有我孙茵 这个天下 有我孙茵 一条狭窄巷弄里的僻鲸院落 一个女子安静 坐在那院门槛上 外院柴门开着 她望着门外 像是在等人回家 她偶尔会听见那些贩卖 冰糖葫芦的悠扬吆喝声 从远处传来 但可能是这条巷子 实在太小了 见不着那些小贩 扛着糖葫芦的身影 从门口经过 她伸手放在腹部 柔声道 边关 我和孩子都很好 但我们都很想你 第144章 天下姓什么 如果将战事开启后的异道 比喻成一个王朝的经脉 那么源源不断的兵马粮草 应该就是帝国的血液 当下北蒙就表现出了 足以让中原动容的巨大张力 北蒙女帝 齐剑岳府太平令 和一个胖子 站在一条异路旁边 她们一起看着道路上 游北向南的忙碌运输 三人神情各异 披了剑崭新雕球的老妇人眼中 充满了自豪 正是在她舒缓得当的治理下 十多年来 趋于统一的中原王朝 也没有占到丝毫上风 还迫使黎阳把半国赋税 都砸入东县中去 最终倒发生在广陵道的西楚复国 她的臣子 不说拥有耶律姓氏的草原雄鹰 仍有拓跋菩萨 董卓 柳归 黄颂菩 慕容宝鼎 杨原站在内 一系列功勋大将 群星晦翠 在广袤的草原上 熠熠生辉 站在女帝身侧 貌不惊人的青山老儒 这位花费二十年时间 走遍中原大地的老人 眼神冷漠 而那个不停捧手 喝气驱寒的胖子 本就体型巨大 披甲后 更显得臃肿不堪 北盲女帝收回视线 转头看着这个 早年名声 臭遍西京大街的胖子 打句道 南楚北董 两大胖子 当年你输了楚路山一仗 被碾得凄惨无比 如今那位虽说成了 北梁兜户 但你是南院大王 就官位 来说你已经胜出一筹 这回有没有信心找回场子 统领整个边境战事的 南院大王董卓 这次破天荒 没有在老夫人面前 嬉皮笑脸 揉了揉脸颊 轻声说道 如果我跟陆球手里头 有相同的兵力 估摸着还是很难 可现在的情况是 我以一百万打他的三十万 没道理说 但总觉得有点胜之不武 到时候见着陆球 他也肯定不会心服口服 北蒙女帝笑道 朕有自知之明 不安战事 所以也从没有对边疆五人 指手画脚的坏习惯 只是你这趟排兵不振 也实在太稀奇了 以至于朕好奇道 赶了八百多里路来见你的地步 哪怕在路上太平令 已经一次次不厌其烦 给朕详细解释过你的用意 但朕还是希望能够 亲耳听到你亲口说的 否则朕心里不踏实 黄颂蒲在听说你的布局后 气得脸色铁青 甚至不惜厚着脸皮 求证准他重新担任南院大王 就是为了让你小子眷铺盖滚蛋 省得把南朝积攒了二十年的家底 一口气挥霍殆尽 董卓握起拳头 敲了敲被冻红的酒糟鼻子 问声问气道 跟我朝边境接壤的刘州 幽州和梁州 刘州最容易拿下 幽州最能消耗 不过当然还是那梁州北线最难啃 说到这里 董卓停顿了一下 北蒙女帝耐着性子等待 结果这个胖子 竟然彻底沉默了 等了半天 也没等到夏文的老夫人忍不住气笑道 完了 董卓继续说道 照理说 伤其食指不如断其一指 逐力攻打梁州 长驱直下 一路大摇大白 打到清凉山北梁王府才罢休 在两翼用相对少量的兵力 牵扯幽留梁州 是上策 北蒙女帝恩了一声 显然她也是这般认为的 事实上 一开始 这就是北蒙初期化会议时得出的结论 刘州那个干瘪瘪的鱼儿 根本就没有 让北蒙有咬沟的兴趣 没太大意义 若是在柳州僵持过长时间 北蒙得不偿失 毕竟梁州边境上 树枝精锐铁骑 都具备长途奔袭的恐怖实力 李一山在柳州一手 造就出十多万流民的局面 初衷就是给江土纵深 一直是软肋的北梁 增加战略上的广度和厚度 董卓摆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说道 这个上策本来的确是上策 但在幽州一万余青旗渗透到激州后 形势就开始变了 更别提北梁这几年 一直跟西域眉来眼去 我就怕到时候 不仅仅是济州以北 连西域都冒出一只骑军杀入南朝 左右开花 到时候 把南朝腹地搅烂得一塌糊涂 我考量过徐凤年这个人的性情 是从来都不怕玉石俱焚的无赖货 宁肯不要梁州大本营 也要打掉南朝的事情 他铁定做得出来 哪怕打光北梁铁骑 也要毁掉北蒙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底蕴 这应该就是他的打算 董卓突然狠狠吐了口唾沫 咒骂道 狗日的黎阳 运气真是好 走了个人徒徐霄 又顶上了个疯子徐凤年 哪怕换成陈志豹 老子也不用这么纠结 董卓眼神很立起来 咬牙切齿道 既然徐凤年要完命 很简单 那我就不给他玩花样的机会吗 北蒙百万大军奋兵三路 三线七七压上 我倒要看他 还怎么辗转藤魔 反正咱们在每一条战线上 都有兵力优势 燕文鸾说 十五万尸体 才能填满葫芦口 我就用三十万去好 刘州有三万龙象骑军 和那些流民 那我就用柳归大将军的二十万去骗 梁州南肯 我用五十万够不够 不够的话 大不了我再跟陛下 再要个二三十万 北蒙女帝咒没道 如此一来 南朝虽然没了后顾之忧 但是不是代价太大了 董卓摇头道 黎阳朝廷都敢拿西楚练兵 我们北蒙身为马背上的民族 竹水草而居 自古便是天生的战士 为何不敢拿北蒙来练兵 老夫人欲言又止 董卓沉声道 陛下 我董卓可以跟你保证 哪怕打北蒙 打掉了我朝五十万 甚至是六十万兵马 但是只要打下北蒙 我一定双手奉还第二支百万大军 太平令终于开口说道 陛下 打赢这场仗后 连同北蒙在内 还有冀州一线 很快就会成为第二座南朝 南朝所有大小文官 都已经准备就绪 铁骑的马蹄锁过之处 便是文人提笔的开端 这才是我为北蒙 准备的真正后手 北蒙大军只要打下那些疆土 我便能够在第一时间 经营那些地方 让北蒙王朝的边境线 追随着战马不断难移 北蒙女帝点了点头 但是很快忧心忡忡问道 朕不是怀疑 你的能力 只是黎阳肇事会给我们 足够的时间去消化战果吗 而且 顾建堂的东线 不会趁机捣乱 太平令平静道 世人都以为西楚复国 是昙花一现 但我坚信那位曹长青 可以看到泰安城的城头 董卓孝道 原本西之流 是因为觉得两莽大战结束后 哪怕把整个西北都让给我们 也还有两辽顾建堂 和西楚陈之鲍两大支柱 支撑着边境 所以才乐意见到 让北梁流进最后一滴血 但是如果真如太平令所说 那么顾建堂就得离开两辽 返回泰安城 到时候 我们大可以在北梁搁置少量兵力 应付陈之鲍 退一万步说 到时候 我们拥有的纵身 是北梁加南朝 自然可以大幅度减少 陈之鲍用兵带来的损失 陈之鲍在出神入化 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力挽狂澜 但我们则可以跟西楚 一起将冰封指向泰安城 去看一看 那座 据说有百万人口的天下第一大城池 我董卓一定要去看一看 那座城的城头到底有多高 老夫人感慨到 拿雄甲天下的北梁铁骑练完兵 然后登上泰安城的城头 再在中原大地上 收拾掉负于顽炕的 固建堂陈之鲍 北马狼一路杀到南江 头边大海 朕虽是富人 却也是想一想 就感到豪气啊 董卓咧嘴笑着 太平另瞥了眼 这个在北马庙堂上 一起绝尘的南院大王 眼神复杂 北马女帝抬手拍了拍 这个胖子的肩头 但然道 只要你能走到那一步 朕不是那黎阳赵敦 朕能容得下一个 封疆猎土的董卓 广陵江以南 可以都信赌 朕要史书百年千年 都记住董卓这两个字 等朕百年之后 他望向南方 放声大笑道 将来天下姓什么 朕反正膝下无子女 不去管 扑通一声 董卓跪倒在地 老夫人一直看着南方 老爵子 天下本来可以姓徐的 在祥福二年的初春 义武北梁 由奴守游业 在幽州葫芦口的外口子上 随着旭日东升 抵了许多道春寒 带来的冷意 铁甲上的朝露剑干 这些精锐斥后 巨是一人双马 坐骑都是北梁 最大牧场的甲等战马 大战在即 各大牧场的梁马 优先补给了 这个特殊兵种 相比舰在弦上 一触即发的梁州战线 具备更多战略 纵深优势的幽州 会让人感到更安稳些 因为梁莽双方 公认北莽要打幽州 光是拿下葫芦口 就得拿十多万条人命 去填平 或者说推平 人途徐骁用十多年时间 精心打造的 葫芦口物宝体系 堪称达到了 中原战争史上的防御极致 无穷无尽的黑甲铁 奇如洪流涌入葫芦口 这一幕 好似那广陵江大潮 第145章 从前有座山 从前有座山 叫武当 山上有座风 叫莲花 风上曾经住着一个想下山 却又不敢下山的年轻道士 他叫红喜相 只是那位年轻长教 一趟下山返山后 听说就离开了时间 然后更为年轻的 新一任长教李玉甫 带回了一名 眉眼灵气的幼灵志童 他叫渔福 约莫是爹娘希望这个孩子 年年都能攒下些福气吧 穷人家想要过上 长久的安稳日子 无非是劫于二子 元宵是大节日 为了迎接降服二年的元宵佳节 武当山上的倒是不论辈分 人人都在披竹打造竹枝灯笼 然后胡上宣指 便是陈骤于心锐 这些辈分最高的大真人 也没有例外 可惜山上年岁最大的祖师 伯送之命 在去年去世了 也就是死了 没什么话红飞声 也没啥语话登仙 老真人走得很安详 只是碎碎念着 要是小师弟还在世 就能练出几路真正的好单了 再就是 老人临终前那个月 经常看到宋祖师伯 站在大莲花峰的山门 望向山脚 不用问 也知道是在等那位长教师职 武当自老真人的师父黄满山起 到大师兄王重楼 再到小师弟红喜巷 最后到当代长教李玉府 宋之命除了那一夫夫祖师爷话图不说 活了两甲子 见过了四位武当长教 过而走得十分安详 老一辈真人日渐凋零 掌管戒律的大真人陈咒 也难以掩饰老太 好在武当山对生老病死 一向看得很淡 在这如今武当山香火鼎盛 山上数座山峰 都举办了几场不隆重 却不失庄重的开山仪式 哪怕临近元宵 天未亮的时分 仍是有许多善男信女 开始登山烧香 不同于黎阳许多道观寺庙 专门会为达观显贵开后门 老百姓烧了一辈子香火 都烧不上头香 在北梁里只要赶早 老百姓也能在武当山烧上头香 在武当山南神道上 香客络绎不绝 甚至有许多操外地口音的外乡人 时至北莽大军南下之际 整座北梁三周就像个漏斗 人口锐减 衬托的这些入境的外地香客 颇向南逆流而上的鲤鱼 足可见如今武当的盛况 更有传言朝廷很快就要 将龙虎山的道教祖庭称号 转赠武当 用以安抚北梁 在烧香大军中 有一对小夫妻模样的年轻男女 大概是小门小户的缘故 没有锦衣雕球 也没有让人望而生畏的健壮护从 甚至连斩灯笼也没有 他们跟山脚偶遇的另外一家老小 结伴登山 一路借着那家人的灯火 好走山路 年轻人介绍时自称徐奇 是地道的北梁人士 妻子姓璐 老家在青州 用他的话说是 嫁鸡随鸡随狗随狗 才到了北梁吃苦 跟他们同行的那一大家子 足有祖孙四代十六口人 老人姓妍 八十岁高龄 说是广陵道人 当过经官 也做过地方官 去年才知事还乡 老人言谈风趣 极为渐谈 一路上跟那徐奇聊着 大江南北的建文议事 为枯燥的登山之旅 平添许多欢声笑语 而那徐奇虽没有什么惊奇言语 但也次次都能接上老人的话头 除去老人 严家其余两个辈分的男子 原本一开始对这个所谓的 北梁蛮子并不待见 这倒不能怪他们 眼高于鼎 黎阳诸多的地狱之争中 当年徐骁坐镇的北梁 跟烟尺王赵炳主政的南疆 一向是大哥不要说二哥 都是朝野上下的蛮夷之地 连两辽都比不起 以至于当年庙堂上 闹出过个大笑话 记得第一位北梁书生 在科举中 李渔跳龙门 得以近视极地 让泰安城倍感诧异 疑惑北梁也会有读书人 于是 许多人帮着那位世子 去查询祖谱 等到好不容易看到 那人祖籍在中原建州 杰西成为皇亲国妻 再成为殿阁大学士 靖兰亭一路平步青云 以及理学宗师姚白峰 入京主持国子健 这种对北梁未开化的糟糕印象 才稍稍改观 捏着鼻子承认 北梁也是有耕独传家的 距离武当经顶主峰 男神道长达十二里 又是山路 严家有老小有妇孺 角力孱弱 走得缓慢 等到山上响起第一声沉钟 他们才走到一半路程 在那座专供旅人相克 歇脚亭子休息 老人趁着晨曦举目远眺 徐妻和妻子并肩 立心赏着山下风景 老人收回视线坐下后 马上有那个幼灵的层孙子 跑来帮他敲腿捏脚 老人开怀大笑 宠溺地把孩子一把抱到腿上 用手指着东方 说道 这幅景象叫做天开清白 孩子显然对什么天开清白 没啥兴趣 抬起投掷声稚气问道 太爷爷 山上真的有我娘说的神仙吗 那神仙可以藤云驾悟吗 严家老家主哈哈大笑 摸着孩子的小脑袋 没有给出答案 只是转头 看了眼云遮雾绕的山顶 轻声感慨道 不敢高声语 恐惊天上人 没有得到答案的孩子 一个劲撒娇纠缠 老人只好说道 我被读书之人 都须恪守圣人所言的 不与怪力乱神 不过呢 太爷爷跟你这个小玩儿 还是可以说些题外话的 太爷爷我啊 其实年轻时候 也曾打着副极游学的旗号 去偷偷做那青山杖剑登刀仿先的事情 兴许没有机缘 就没有寻见过世人眼中那些 合法童颜的高人 只是中年时 跟许多人一起去过龙虎山天师府 跟那一辈老天师 有过一面之缘 但也不曾有机会深入交谈 毕竟那会儿 太爷爷的官帽子太小 竟陪莫座而已 当时心底只觉得 围观不如修道 天下读书人何其多 生前太父死后文证何其难 天下修道之人则不多 做到那一品官身的羽衣青象 也就相对容易了 孩子大失所望 太爷爷 那咱们千里迢迢来武当山做啥 我爹说他乘车 都要颠簸得骨头散架了 附近一位年纪不大的儒氏 顿时难言 老人捋着雪白胡须微笑道 太爷爷是没见过神仙 但目守一方的时候 见过一位路径辖境的同龄道士 有过一场相谈甚欢的交谈 那道人教了我一套养生之术 太爷爷能活到这个岁数 归功于那道士的恩惠 虽然过了这么多年 我还是记得很清楚 那道人的模样 身材高大 仁义而有豪气 有古代游氏之风 比起天师府的皇子贵人 实在是没有架子可言 老人唏嘘道 那道人便是武当山的上上任长教 叫王仲谋 我也是很久以后才知道 他是北梁武当山的长教 所以趁着身子 还没完全埋进黄土 赶紧来这里看一看 顺便也想看一看 北梁的西北天高 到底是怎么个高 因为太爷爷以前在太安城当官的时候 有严官御史弹劾一个人 说那人到了北梁后 大开宴席的时候 竟然就指着屁股底下的椅子 对众人说 这张椅子不是龙椅 但比京城那张要高许多吗 老人的儿子也快有甲子高龄 闻言后笑道 多半是无稽之谈 老人点了点头 那个一直看着老人 抱着曾孙子的北梁徐奇 没有说什么 转过身默然望向远方 他妻子握住他的手 侧过脑袋轻声问道 是真的还是假的 正是徐凤年的徐奇柔声道 真的 当时我还小 当时就坐在我爹腿上 这句话其实是他对我说的 大概是想告诉我当皇帝 其实没意思吧 徐凤年握紧陆成燕的威良小手 低声道破天机道 官员七十制式是黎阳朝廷的规矩 能够在七十九岁才制式 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老人是严嵩 当经官最大做到礼部左侍郎 跟首辅张巨鹿政见不合 后来被排挤到了江南道卢州 心灰意冷 便在地方上安心做起了学问 这次张首辅身败名裂 朝野上下静若寒蝉 严嵩是少数几个 敢为首辅大人打抱不平的 可见他当年跟张巨鹿 是光明磊落的君子之争 我之所以跟他同行 是因为徐霄对此人观感不差 说那么多骂他的人里头 严嵩骂他 徐霄骂得很凶 但在里 老人突然对徐凤年笑道 徐气啊 我进入北梁境内 来武当山之前 拜访过几家书院 那里的情景让我大出意料 好像你们新梁王 比老梁王更书生气险 实在难得 陆成燕看了眼破天荒 流露出些许汉炎神情的徐凤年 他会心一笑 徐凤年转身后说道 肯定是明知武功不如徐霄 只能退而求次 在文职上查落不缺吧 小孩子一头雾水 扯了扯老人的袖子 问道 太爷爷 我大伯不是说 那北梁王的武功很厉害吗 一位中年人哭笑不得道 文职武功的武功 可不是说打架的本事 闲聊过后 一群人重新开始登山 如今来武当山烧香 有一件事情 成了访客乡客必须要做的 就是亲眼看山上许多道士 不分年龄 不分辈分集体参加的早晚两次功课 严家老小之所以如此赶早登山 就是想要去欣赏那一幕场景 数百上千道人 在广场上一起练拳 传言那套拳法 由上任长教洪喜相首创 谁都能练谁都能学 谁都能获益 当一行人终于来到 山顶武当主观的广场外 总算没有错过 否则就得等到黄昏了 果不其然 如外界传言那般 无数战位疏密得当的武当道士 在广场上一起练拳 便是在门外汉的老百姓 也看得出那套拳法的舒服 对 就是舒服 没有什么太高深的动作 也没有发出寻常练武时 发出的哼哈声响 安静祥和 老人严慵赞叹道 好一个行云流水 坐在父亲脖子上的孩子 指着远方 好似发现了什么 了不得的神仙人物 满脸惊喜却悦道 那里有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孩 也在打拳呢 那里那里 他在最前头 老人虽然 看不清楚那边的情况 听到后也有些讶异 不是说领拳之人 是现任长教李玉甫吗 徐凤年解释道 李玉甫收了个徒弟 在那些道士身后位置上 还有许多的乡客 也都跟着打拳 也许不得其意 甚至连行事都称不上 但一个一个都很起劲 只是他们看不清楚 领拳道士的身法 只能跟着前方 或者附近乡客一起打拳 看上去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但所有人都很认真 然后严家老小就看到一个 看上去辈分不高的年轻道士 从前方缓缓走到后边 一路走来 不断对学拳的乡客们 进行细心指点 有哪些动作太过用力了 或者有哪些手法没有到位 又或者是他腕不够 或是误解了八倍 都会微笑着帮忙纠正 徐凤年看着最前方的那个 每个动作 领拳都一丝不苟的小道士 神情有些异常 那年轻倒是看到了徐凤年 微微一笑 快步走来 陆承燕轻声道 你也要打拳吗 徐凤年问道 你想看 陆承燕笑着点头 徐凤年缓缓走上前 在队伍最后头站定 然后悠然开始打拳 那年轻倒是愣了一下 然后就站在徐凤年一起 两人动作如出一辙 远转如意 赏心悦目 徐凤年闭上眼睛 当年 有个倒霉蛋 每次见到自己 知道自己会挨揍的他 都会苦哈哈挤出笑脸 说上一句你来了呀 徐凤年轻轻自言自语 奇牛的 我来了